疫情三级警戒民众自主封城 计程车生意大受影响 路上载不到人 可反观物流业报单缺人缺车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宣布 推出计程车加入快送物流服务 判解决目前物流塞车问题 也让计程车可以载货增加营收 我们就本来是发现 市场不是说人流很多 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 那就很简单 电商加物流 来取代一些传统市场的功能 结果后来再发现说原来那个PC号 5月15号以后竟然业绩成长5倍 我想台北市的市民 有在使用这种快递的就知道 最近都不收那个生鲜食品 因为那个物流已经饱和了 可是我后来发现物流已经没有办法 在承担更多的业务 但是倒过来 计程车 业绩剩下2成 因为大家都不出门 做计程车也少掉 所以物流找不到人 计程车没有工作 应该让计程车去担任物流的工作 后来发现法规有限制 计程车只能载人 不可以载货物 也不可以送餐点 另外一点 计程车必须按表收费 我想是这样 紧急时期 你知道 不能再被法律限制 所以后来我们就用行政命令 你知道 我们也是有报备中央 我想 这个大概一下子 现在大家没有时间去处理法律的问题 所以在台北市 我们现在行政命令就是当疫情还在 二三级管制 二三四级的管制的时候 我们把在法令上的限制拿掉 所以我们允计计程车 载送货物跟餐点 台北市政府 依传染病防治法第54条 征用本市 计程车客运业 及计程车客运服务业 派遣车队 所属车辆得协助载送货物 及外送餐点 那计程车载送货物之收费基准 依市场机制 由计程车业者与合作商家 自行协商费用 得无需依计费表跳表来收费 那这样子呢 我们也松绑了公路法34条 营业汽车分类营运的限制 柯文哲也指出 运费可由计程车业者与商家协调 有助司机们战斗难关 同时输解物流报单赛车问题 记者博文俊台北报道 在哪里